蘿莉塔去年底被男友求婚成功 日前两人在节目上首度公开合体 让不少观众都又惊又喜 而蘿莉塔在节目上透露 与男友因为聊天吃饭的互动 开始热络起来 男友也特别选在 蘿莉塔生日跨年当下求婚 但因为当时好友会错意 导致誓词是在烟火中念完 这也让蘿莉塔直呼 根本完全不知道她在讲什么 对此小S听完后 则要男方现场重现当天的试词 男友也真的立刻下跪 高笑说道 你总觉得我是同志 但实际上我不是 因为我看到你 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一面 被你吸引 你愿意嫁给我吗 幽默又有趣的求婚词 也让蘿莉塔感动到差点落泪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